哈喽 欢迎观众朋友持续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蓝圈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先来带大家介绍 今天跟我对谈的记者叶伟成 伟成好 一伦好 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当然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国际上的大小事 尤其最近乌俄战争又有新的境界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 所以伟成接下来先带我们来分析 说俄罗斯现在指控乌克兰用脏弹来攻击 不过这个脏弹到底是什么 是打在身上会脏脏的吗 这个概念我就不太清楚 好 当然它的英文确实就是Dirty Bomb 就是感觉好像打在身上会脏脏的 但它脏的程度可不是你拍一拍或洗一洗就洗得掉的 因为它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 虽然说它的威力呢只是核弹的百万分之一而已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放射性物质 如果它打在水库里面爆炸了 那大家喝的水就会有问题嘛 那还有一些民生设施 只剩农田种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能吃 所以大家虽然不会直接被这个放射性的物质攻击到 但是它主要是会引起民众的恐慌 那现在脏弹成为这个乌尔战争的其中的一个话题是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他在跟西方通话的时候 包括了英国法国以及这个土耳其的国防部长 他们表示说我们现在好担心哦 就是乌克兰当局可能会使用脏弹这样子的武器 但这是俄罗斯所说的对吧 对所以泽伦斯基他就立刻在他的推特来发布了影片来驳斥 就是说只有俄国才有能力在欧洲使用核武 他甚至还用用这个比较强烈的措辞去指控说 因为这叫脏弹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在战争中所说所发生的一切肮脏事会是谁做的呢 那就是俄罗斯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如果泽伦斯基说的是真的话 就代表说俄罗斯又在出招了 用一些假讯息来误导整个西方的社会 但是现在乌克兰其实他的防空设备还算蛮不错的哦 因为他有击落了两架俄国的这个直升机 是什么呢 他现在在奥德萨空军司令部的防空飞弹流 我们知道奥德萨是在这乌克兰的南方 那他们在10月22号的中午的时候 赫尔松州的博斯莱福 还有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 南部地区击落了两架同是KA52的攻击直升机 那乌克兰的这个参谋部 他们是说其实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含上述刚刚我们说的KA52攻击直升机 他们其实一共击落了245架的直升机 他们是把它列为成一个战果啦 那所以看得出来乌克兰现在防空设备是有建立大功的 当然不止这个直升机是被乌克兰击落 其实俄罗斯他们自己的战机不用先被人家打自己就坠落了 好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在17号的时候 有一架苏凯34战机坠毁 然后当时造成了这个15伤嘛 因为有攻击到民宅 那后来23号的时候 结果他们的苏凯30战机也坠毁了 所以等于在一周之内发生两起战机坠毁的事件 失事地点不断冒出浓烟 消防员紧急到场撒水抢救 23号晚间又一架俄罗斯苏凯30战机坠毁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民宅 导致黑夜中浓烟窜天 两名飞行员也不幸丧命 幸好附近居民没有人员伤亡 但从焦黑残骸可见冲击力道之大 由于俄罗斯17号才发生苏凯34战机坠毁 南部城镇还酿成15死事件 等于短短一个礼拜就有两起类似事件发生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是继续对乌克兰南部港口成尼古拉耶夫狂轰 照女怕得不得了 因为俄罗斯又锁定民宅攻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八个月 美俄防长三天内两度通话 据报道俄罗斯防长指控 乌克兰将计划使用脏弹 所谓脏弹是指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 但与核武器不同 核弹的威力是脏弹的数百万倍 乌克兰方面则是发布摄弹片重生捍卫加园 然而俄罗斯近期频频锁定能源基地攻击 导致乌克兰有150万户家庭断电 一些断电的地区甚至无法发布防空警报 导致警方得开大声工通报 乌克兰总统因此呼吁民众人得节约能源 保护电网的稳定性 TVP新闻综合报道 好现在在乌俄战争里头 我觉得要看的是比较细节的地区性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有四个州已经被乌克兰 被俄罗斯纳入在他们的领土里头 其中就包含的是这个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 那现在金鹅的政府就下令 他说这个居民要赶快的撤离 这个撤离的举动引发外媒的好奇 像是英国媒体就解读说 采访当地乌克兰士兵发现 俄军有弃手的迹象 那乌国这边则是指控说 俄罗斯要把居民撤离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要照当地的水坝 好为什么赫尔松这个地方 看起来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都在这边集结 而且都互相在叫战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他进黑海 而且他在战前有28万人口 是以造船业闻名 那造船业闻名自然就知道说 他其实地理位置息是蛮好的 而且他又连接克里米亚路桥的部分 所以这也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 非常想要的一块地 为什么呢 我们细旧 乌克兰如果收复了赫尔松的话 他对于扎波罗日跟其他地区 就会奠定基础 那最终就可以推向克里米亚 因为我刚刚说了嘛 他是连接克里米亚路桥的部分 好那如果换回俄罗斯的话 他为什么又希望这里呢 其实就是因为 他是往西推进南部地区的一个重大关键 所以他如果能维持在这边的控制的话 对他自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况且这个克里米亚 是俄罗斯在乌南的重要补充中心 那这个地方距离克里米亚大桥又非常的近 所以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这个地区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 乌克兰一直指控说 俄罗斯要撤离居民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炸当地的水坝 但是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也分析给大家听 因为如果引爆的话 就会造成下游整个淹没 那上游的核电厂 缺乏了冷却水之后 有可能就会爆发核灾危机 渡船缓缓驶入港口 民众吸加带卷 提着大包小包抵达地涅薄荷的左岸 来到俄罗斯占领地奥猎神机镇 这些全是被俄国从赫尔松紧急撤离的乌克兰居民 周六俄罗斯以乌军推进 让战局更加紧张为由 再度呼吁民众必须紧急撤离 但传出俄军使用不择手段 逼迫乌克兰人离向背景 尽管俄国声称是为了民众的安危着想 但乌克兰认为俄军撤离居民的意图 就是计划炸掉赫尔松的卡科夫卡水坝 泽伦斯基甚至直指俄军已经在水坝下 埋下地雷 虽然被撤离 全国连续遭到滥炸 但乌克兰民调显示 其成的乌克兰人认为要继续打仗直到战胜 甚至每十人中就有九人认为 真正的胜利是夺回所有的尸土 包括克里米亚 但美国国内的民情却跟政府不同调 认为政府过度支援 随着寒冬到了 泽伦斯基持续呼吁国际支援 并警告如果俄军真的引爆水坝 恐怕将掀起新一波难民潮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看到东欧有一个危机 但是其实呢 连东北亚这边也是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那就是在发生在朝鲜半岛 这一次的位置呢 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西边 我看到是黄海的这个位置哦 因为在周一清晨的时候呢 南韩的方面指控北韩有一艘商船越界了 就是他们所划分的这个北方界线 那就是因为在停战之后 这个联合国他们帮他们划了一个界线 就当作是南北两方的这个分界点 对但是呢 因为南韩指控说北韩的商船是越界了 所以呢 他的海军就名枪来驱离 但是北韩所说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他说是南韩的军界越界 所以他们连续发射了十枚的火箭弹 所以现在呢 朝鲜半岛的局势 因为这条界线又再度的很紧绷 而且现在时机点其实蛮敏感的 因为这个中共二十大落幕 再加上南韩在进行护国军演 还联合了美军 所以呢 现在这个南韩的国庆院也分析 认为金正恩其实没有停下 武力示威的一个迹象 可能会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要进行第七次的核能试验 南北韩海上交界再度陷入紧张 我们今天早上三十四十一分钟 沙海大洋温度超北方 达到27km之间 北韩商船周一清晨创入 南韩划分的北方界线 南韩当然名枪市井驱离 但北韩反控是对方的军舰越界 连发十枚火箭弹 双方各说各话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 谴责北韩违反两韩919军事协议 然而破坏朝鲜半岛稳定的变数还不少 南韩国家情报院分析 中共二十大后美国其中选举前 金正恩第七次合适的可能性大增 韩国国家的联合战 互联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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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结束了他在英国首相短短45天的任期之后 现在有一个更头大的问题 就是到底谁要来接英国的新首相呢 好一开始这个消息抛出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前首相Johnson 就说他想要回国 当时很多党内的大佬就 还要再回国 那我就觉得Johnson蛮厉害的 结果他最新的说法是 他不角逐保守党的党魁 就是不会有连任 不会有回国新首相的状况 那他说是为了党的团结 不过他也强调说 自己是有得到102位议员的支持 为什么这数字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参选保守党的党魁的话 其实你要有100名的议员支持门槛 好另外一个人有通过门槛 而且还比Johnson票数更多的 就是前英国的财相苏纳克 苏纳克是获得了128个人支持 所以大家就说了 现在看起来如果Johnson不选的话 苏纳克有望会成为首位的印度裔首相 那下议院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人选 像是下议院的领袖摩丹特 他也有望要来角逐这个保守党的党魁 那也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 那到底情况如何 什么时候会有最后的决定呢 我们来看报道 英国前首相强身风尘仆仆 从度假地点加勒比海赶回英国 外界以为他是要回来再度角逐首相大位 没想到他却宣布自己不选了 强身表示为了保守党的团结 决定退出党魁竞争 分析表示尽管强身支持者不少 但他争议性实在太大 就算再度选上 恐怕也难以继续领导保守党跟整个国家 而现在强身退出 下任首相希望最大的人选就是这一位 前财相苏纳克是第一位取得 百名保守党议员支持门槛的人选 强身宣布退出前 曾跟他秘密举行闭门会议 如果苏纳克不出意外当选 将会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印度裔的首相 现在他最大的挑战者 则是保守党下议院领袖摩丹特 摩丹特先前在英国政府担任过多个职位 跟银行家出身的苏纳克背景迥异 深受基层欢迎 周一保守党就会宣布哪些人已经通过 100名议员支持的门槛 能够进入下一轮竞选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GoogleChain 我们要带大家用各国的搜寻引擎 看看各国的热搜话题 我们第一个看到美国 美国的热搜话题蛮全球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很关注 对啊 因为他们的热搜话题是胡锦涛 因为中共二十大闭幕的闭幕室上面 有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也让大家觉得怎么会这样 是这个前任总书记胡锦涛 他半途就被请离开现场了 而且如果我们当时有看到那个画面的话 新闻都不断的播嘛 都有看得出来 胡锦涛在第一个时间是不想要离开的 和这个公务人员好像还有一些谈话 甚至接近有到小拉扯的一个状况 对 我自己有看到这个幕僚 是拿他的双手去架着胡锦涛 这样就是感觉像 没有到强托啦 对 但是就是有让他浮在犯空中一下下 对 然后我们还看到 其实因为当时他们手上都有一些文件 那他原本是侧身面对这个习近平 然后他被嫁 就是被请离开的时候呢 那他还有试图想要拿走他桌上的文件 那结果就被习近平给按住了 就他就不让他把这个文件拿走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也都是有一些分析 像是BBC就认为说 这个中共的大会通常是有一些高度化的脚本设计 中间发生了任何事情 讲话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剧本设计的 所以他才会这样播送到全球的人民的这个眼前嘛 所以他如果在这个最后闭幕式的话 把这个胡锦涛这样子 搀扶离开 对 那代表的可能是指旧时代领导人 可能已经被象征性的来撤职 然后至于就连这个微博也都封锁胡锦涛 还有他的儿子的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搜寻就什么都搜寻不到 那显然是可能是习近平希望让这个名字消失 就等于代表说现在他才是最大的 对 但我有看到一些相关的分析 有说确实他对胡锦涛可能就是要把他完全铲除 因为他在二十大发言里头 也特别讲到十年前什么贪腐啊沙沙 那十年前不就是胡锦涛的时代吗 所以看起来他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啦 不过确实让很多中外媒体都非常的震惊这一幕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就是比较轻松的话题了 他是这个当我们年轻时的音乐节热搜的话题是这个 好 这是个庞克乐跟情绪摇滚乐的盛事 那今年他们是在美国的Las Vegas这边来举办 那很多乐迷自然是非常期待 结果第一天天空就不作美 那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就针对了这个地区 发布了强风的警告 那当地的像警察或者是气象局都建议主办法要取消 不然太危险了 那后来这个综合考量之下 还是决定这个喊咖会比较安全啦 那主办方说接下来的活动还是会照常举行 希望民众可以共享胜举 但就是很多民众期待很久嘛 就被拨了一个大人的水那没办法 因为安全还是第一的考量 所以这是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日本呢 因为现在日本也已经开放这个免签证 而且入境是可以自由行了 所以在过往没有跨境旅游的时候 很多的疾病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东西 是不会透过比较难透过跨境旅游的方式来传播 但是他们现在开放了之后 就变成说这个传播的机会变高了 他们这个热搜关键字直翻的话叫做温带臭丑 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东西叫做床尸 那么他们就说日本的民众现在有发现 床尸的这个个案的案件呢 是越来越多了 那专家就认为说这件事情可能跟日本开放旅游的关系 是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说这个床尸本身没有在传播一些特殊的人类疾病 但是被咬到你还是会很痒会很不舒服嘛 那他就认为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旅游又再度复苏了 不管是海运或是空运 这个床尸可能会跟着人体的衣服一起就来到了日本 那而且他们还有提出证据说在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没有在进行旅游 当时的这个床尸的个案就发现了非常少 但现在一副所有就突然出现了床尸的个案 就所以他认为可能就跟这个跨境旅游是有关联的 对这当然是有关健康的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成为了日本的热搜话题 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关键字是一个人的人名 他叫做金海勇 好接下来我会讲比较多的人名 但是都跟一个事件有很大关系 好这个金海勇呢 其实是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前议员 好为什么会成为热搜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 你记得吗 他之前跟尹锡悦有较进过总统 然后后来以些微的差距败给尹锡悦了 那李在明的心腹另外一个人叫做金勇 结果呢他现在被查到说有非法来收受政治现金 而且22号这天就遭到法院的裁定羁押了 那当然这件事情就越闹越大嘛 而且跟这个南韩最大在野党 这个李在明有没有关系 当然会被联想嘛 好不过现在这个金勇就是刚刚说李在明的心腹 有涉嫌违反了这个政治资金 那他在去年的4月到8月 有跟一些这个前城南都市开发公社的计划本部长 可能在做一些都市的这个改造的部分 有做一些些的合谋 然后对于大装动的相关开发案 都有收受政治现金 而且真的不少 最后他成功是获取了6亿韩元 那现在就被查了 那这个热搜的话题是他们在野党的这个议员嘛 前议员 所以他就叫李在明下台吧 所以成为了热搜话题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香港 他们的热搜的话 关键字虽然是纽约时报 但大家的焦点又回到了这个 胡锦涛在这个中共二十大闭幕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就直接来讲 为什么纽约时报他们到底对这件事情评论了什么 他们就认为说 他们把胡锦涛现场 就是请离现场这个行为 其实是习近平正在打造 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政党架构 那除了刚刚英文有提到 他有不断的在这个演说里面 有讲到这个过去的 十年前的一些贪污或一些的情形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反腐的运动呢 将敌手来一网打尽 巩固他权力的核心 这也是他上任之后一直不断做的事情 因为打贪腐大家不会反对嘛 但是打贪腐就一网打尽 他的宿敌跟敌人 没有错 那所以呢 这个纽约时报还认为说 他可能想要走这个史达林 还有毛泽东这些老一辈 共产主义的领袖的路线 希望复兴个人崇拜的文化 就等于就是说 希望这个中国人民 全部都很崇拜他这个人 所以他才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维持他主席的位置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 人家以前是毛雨露 以后会有习雨露 也有可能 对或是各式各样 习近平的雕像跟样子都会出现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这个热搜是Gas 它是一个这个 算是类似抖音的新社群软体 不知道这个伟臣有没有玩过 没有因为我觉得太年轻了 没有办法跟上 对我也觉得太年轻了 这完全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但是因为他一出来 大家就说他马上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从8月上架之后 已经超过了50万次的下载量 已经超越了抖音 所以大家就说 抖音是不是失宠了 那当然因为这个Gas的这个APP 是这个美国高中生 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交友 这个不算是社交软体 不是交友社交软体 那很多说这个设计其实蛮有趣 因为他可以回答一系列 关于朋友的问题 然后连接用户 同校的同学朋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可以做一个连接性 然后他是鼓励大家 是勇于赞美他人 所以好像在疫情之下 这样也不错对不对 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是觉得 好像只有互相在交流 并没有用赞美的方式 他是用赞美的方式 但是他们说 这个Gas未来如何发展 其实有待观察 因为上市之前 有一个一度爆红的这个Be Real 那他刚开始也是很红 就后来这个活跃度急速下降 所以很多人就想说 可能要再看看 或许不是那么多人的持久度这么高 是不是又是昙花一现 对有可能 因为社交媒体这种东西 就是比的是习惯性 还有你的量有多大 如果你没有办法 一直维持这么多人的使用 或是大家越用越觉得不方便 像现在大家就会觉得 脸书越来越不方便使用 对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分众了 好接着我们来看新加坡 好我们这真的是挺令人羡慕的 新加坡他们现在力推居住正义 所以他们的这个热搜关键制 指的是一个他们新执行的 共管的公寓 那这张共管的公寓 其实跟台湾的社会住宅 是有一点点像的 那他们在这个新规划的 智慧永续新市政登加 那他们执行了一个新的这个公寓 在开卖的首日呢 就已经售出了73% 也太夯了吧 对尤其是这个四人房的部分呢 是更是销售一通 所以显示这种住宅的趋势变成 这个新加坡力推居住正义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那它大概是怎么样的程度 就是说如果你的家庭月收入低于14000块 新加坡币的话 就大概是台币31万啦 那如果你的家庭的总收入低于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70%到80% 拥有这个公寓 不过它还是会要求说你跟银行贷款 然后才可以来购买 不过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因为它除了就是住宅之外 它有蛮多的公社 跟台湾很像的 像是游泳池啊 健身房 停车场啊 还有24小时的这个保全 而在这个共管公寓呢 在十年后 在你就是你获得它十年之后 就可以变成私人住房 它也可以出售给外国人 或是其他的公司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推动居住正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好但这个新加坡 有它自己的这个历史渊源 跟这对土地的一些取得的方式 跟台湾又不一样 所以也很难说 可以同日而遇啦 好接下来我们看完这个Google Trends之后 我们需要来看这个乌俄战争的最keyman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钦了 他最近不知道什么状况 我其实有看到他说什么手臂上面有打针 静脉注射的这个情形 他身体健康是不是出现的情形 然后他的俄罗斯战场到底还要打到多久 对啊 因为其实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应该说对外界来说是一个相对很封闭的国家嘛 国内的媒体也是受到管制 像刚刚有提到手臂有打针 好像是有人觉得他可能得了癌症 然后结果那画面一下就被他们这个删掉了 对所以他到底状况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不得而知 扑朔迷离啦 但他还是有一些从一些他对外公开的发言 是可以稍微猜到一些些端倪喔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乌克兰在整个战争的趋势 情势里面好像是战上了上风 俄军虽然有点就是节节败退这样的感觉 但是普京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硬的喔 但是他在10月14号的时候 在哈萨克首都举行的欧亚国家峰会记者会上有表示说 俄罗斯在未来两周里面会完成军事动员 但是暂时没有要扩大的这个需求 但他也同时是不断的在重申说 俄罗斯他们没有无意去摧毁乌克兰 也说俄军没有必要对乌克兰基础设施 做另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 这个普京也一直在对外表示说 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实是乌克兰自己把它摧毁的嘛 所以他这样的说法究竟是不是 是不是有转变态度呢 其实还是需要再来思考一下的喔 那他这一次比较令人就是要关注的地方就是 他们他有强调说对西方谈判是处于这个开放的态度 在过去他好像比较不会这样讲 比较不会亲口说我们可以跟西方国家来进行谈判 甚至谈条件几乎也都没有 而且他是多次的反复来提到这件事情 那现在因为这个准备要冬天了嘛 欧洲因为这个能源的关系 似乎俄罗斯就是把这个欧洲的脖子这个掐住了 因为天然气要经过他们的管线 他也提出主动提出一个解方喔 就是说可以透过没有损坏的北溪二号管 向欧洲来恢复天然气供应 所以这个才会觉得说会不会普京啊 他是因为这个局势有一点失守了 快要撑不住感觉 还是他身体问题 所以可能没办法继续下去 感觉是递出橄榄枝的这个意味比较浓厚 对确实是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喔 就是究竟他现在这个态度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看不太出来 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下个月11月的时候 印尼会在这个巴黎岛来举行G20的峰会嘛 所以到时候普京跟美国总统拜登都会来出席 那他刚刚这个普京不断讲到 我们要谈判谈判 对那他谈判的对方到底是谁 会不会是拜登呢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那个这个普京他的说法是认为说 应该要先问拜登是否有举行对话的准备 但他自己觉得没有跟拜登谈话的一个必要 而这个在这个G20的峰会里面 拜登应该是会比普京还要早到的 所以要看到什么状况 但他也不排除说 有可能会跟对方来碰面 那这个普京呢他现在是说愿意和乌克兰来商讨和平协议 甚至是撤出我们刚刚有提到赫尔松的地区 但前提呢他们是这个谈判的范围可能不包含克里米亚地区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俄罗斯要继续控制顿巴斯的这个地区 对但是像乌克兰之前泽伦斯基有特别谈说 他是不会跟普京来进行和谈的除非换人 所以他其实也讲得很明确 所以看起来这两个这个双方如果要把这个战局做一个宗旨 要进行台判的话感觉路还很长耶 对啊而我确实是如果泽伦斯基还是这么的这么强异的认为 他不愿意跟普京来谈的话 那还有另外一个解法就是是否去谈的人不是泽伦斯基呢 会不会有可能是北约的人或者是甚至是美国总统拜登 所以在聚团体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嘛 在这个举行的这个峰会的当下 会不会有什么机会发生一些闭门的会议 或者是小小的会谈 这确实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因为普京跟拜登如果两个人会谈的话 势必会谈到乌克兰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国际上最关注的焦点 那甚至因为这个拜登跟普京之间的关系也蛮紧张的 所以这个G20绝对是今年度最最最重要的一场这个峰会了 对但是我们刚刚又又提到说 他这个G20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来来大家来谈和谈这件事情 其实就就算呃现在这个俄罗斯他是节节的败退了 但是呢北约地区他们还是北约这个国家还是持续的在进行一些军演 那像是他们17号开始呢到这个30号就举行了一年一度 而且为期两周的坚定政务的军演 那他这个这样子的军演呢主要就是在在做什么 在进行这个核威慑的力量演习 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俄罗斯不断的使用这个核武器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威胁乌克兰的地区 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演习也特别的受到关注 其中的包含了14国有超过60架的战机来参与整个演续 不过他们有强调在这一次的这个演训过程中 是不会使用实弹的方式来演练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美国在这个在这次的军演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B-52轰炸机也加入了军演的行列 那其实B-52轰炸机就是大家印象也很深刻嘛 因为毕竟他就是阿公级的一个轰炸机 有这个60年60多年的一个历史 在过去的战争中呢就已经就已经使用过非常多次了 而且呢他经过多次的这个改装 他可以就是使用的期限是非常久的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带很多的弹药在他的这个飞机上面 然后他也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定位的一个射击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轰炸机 那么在这个比利时电视台也报道说 这一次的这个演训的内容会包含 就是如何把美国部署在比利时东北部空军基地的核弹来安全运送来装载 包含了起飞加油以及投掷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演训的过程 但是有这个军事的演练 那会不会在未来到底有没有机会跟普京来和谈呢 或者是普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诚意 想要来跟大家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好好的解决 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是德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翁女中 来分析最新的乌尔局势 明年夏天之前停火的可能性是挺高的 原因是因为其实乌尔双方基本上都承受到了不少的压力 不论是在军事的战场上或者在经济的实际情况上 对于乌克兰来说 现在的乌尔战争事实上不只是乌克兰自己在承担 事实上还考验着乌克兰背后支撑的力量 西方的民主国家当然持续地在表达团结的意愿 在支持乌克兰上面是团结的 问题是西方民主国家自己在乌尔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上面的压力也不小 我们知道包括了食物的短缺 或者是粮食的短缺 或者是能源的危机 事实上对于整个欧洲的国家 包括了英国 法国 德国 甚至在远在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 事实上都在经济上受到乌尔战争的冲击 而且这个冲击还不小 导致各国的国内民众对于如何支持乌克兰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事实上国内的压力也很大 经济的制裁不断地让普丁承受到压力 虽然普丁 克林武林宫 现在仍然能够掌握住俄罗斯的政治的权利 可是时间拉得越长 对于普丁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在明年的夏天之前 停火的可能性是高的 但是停火归停火 最后的结局是不是符合乌尔双方 哪一方的期待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扑朔迷离 换句话说 到底双方哪一方能够占上风 现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今年进入冬天之后 可能才会是关键 因为进入冬天之后 能源的需求会再次的上升 乌尔双方最后可能在考验的 不是他自己的实力 而是他背后支撑的力量 以及在场上 会不会受到支撑力量的变化 而出现一些变化 普丁说他无意摧毁乌克兰 一方面是传递出一个讯号 是双方也许还有一些 和平讨论的机会 如果乌克兰自己判断的是 也许跟普丁之间 还有坐下来谈的可能性 那么或许双方就有机会 能够找到一个技艺 但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双方真的如果要坐下来谈的话 普丁所开出来的条件 是乌克兰在乌东的地区 要做出适度的让步 可是德伦斯基的部分 看起来是全境都要收付 才会认为是胜利 所以双方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走到 需要妥协的地步 接下来今年的冬天 到明年的 明年初 会是这场战争的关键 因为如果说战局 真的出现了比较重大的变化 让双方有任何一方觉得 这个战争的结果可能对自己 不会是有利的状况 才有可能真的坐上谈判桌 外界都很担心北约跟俄罗斯 这场所谓的大型的对峙型的 这个军事远期 从不产生 会不会召开 会不会造成 擦枪走火的情况 当然不可排除这样的机会 可是我相信 双方都会非常的紧正 因为双方都是具有核武能力的 这个集团 所以如果说双方真的擦枪走火的话 其实双方内心都很清楚 会变成比较大的这个核子的对抗 所以虽然双方都在大秀肌肉 可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真的开启一场战争 这一次的双方的秀肌肉呢 真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威吓对方 让对方知道 这场战争必须有一个底线 不能够碰触的底线 而这个底线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秀肌肉的目的只是警告的意味 而不是真的想要开战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这场这个双方的军事演习 要擦枪走火呢 这个机会不是太高 原因是因为双方都会想尽办法的 在这个悬崖边了 勒住这个缰绳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注 这个现在全球最夯最热的议题 就是中共在20大结束之后 看得出来这个习近平的权力 到达了一个巅峰 那北京到底有没有可能对台湾动武 一直也是大家讨论的关注焦点 尤其我们看到乌俄战争之后 台海有没有可能开战 也是大家一直打问号的一个点 那如果真的动武的话 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大家来分析 先看到就是习近平进入他的第三任期 这是实无前例的嘛 因为过去根本没有人到第三任期 好像年69岁的习近平 他甚至包含他自己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总共7人 也被说这个人事安排全部都是习家军 所以确实看得出来 他的权力已经到达了一个超级巅峰 那他现在的权力等于是过度集中 那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就认为说 这样处理美中关系 其实对习近平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会更加棘手 第一个是没有权力下放 所以决策变得非常慢 那当然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的手上 所以这陆克文就用一个方式来形容 他说习近平接下来一定会让中国大陆的决策 动脉阻塞 所以听得出他觉得会有点卡卡 接下来一定会出问题 那他甚至觉得说 这个2022年现在看起来 如果习近平要在五年内来犯台的话 他觉得如果没有台美的直接挑衅 应该是没可能的事了 但是有一个变数 就是如果在2027年之前 我看这个美国的发展 如果他对一中政策是采取一个比较战略模糊 被消除的状态之后 也就是跟台湾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可能会让北京有借口 那或者是2024年我们接下来要选下一任总统 这个总统的台独言论可能又高涨的话 也可能让北京是有借口的 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陆克文的分析 到底更深入的什么 我们带你来听 五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回首上个五年牢牢抓稳大权 习近平扫平阵敌跟杂音 预料将在二十大的拥戴下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 外媒认为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最有机会终身独霸江山的人 纽诗专栏作家把习近平跟同样独揽大权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在一起 普京前面也有开国元勋史达林 两人登上前人奠定的基础凝聚实力重返强人专制 然而大陆内外震惊难题重重 已经让习近平够头痛了 现在可不想再躺乌俄战争的浑水 习近平有些顾左右而言 他看着普京身陷僵局也只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TV选送不动 但是因为台湾有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 所以大家一直都觉得如果中共要用武力攻台的话 应该是不太可能啦 但最近蓬勃新闻就报导说 北京如果入侵台湾的话 美国会考虑要把台湾的晶片工程师给优先撤离 所以就是怕北京夺了关键的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是一个这个晶片大战的状况 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有人觉得说 那不如美国就把我们直接纳为他们的其中一周 有人是用这样揶揄的方式 因为确实不太合理啦 因为这个台湾的晶片工程师也是台湾人 让他去美国这样感觉逻辑上面有点怪怪的 好那经济部长王美花则说 现在台海稳定就是最好的供应链投资 因为经济是交织的 因为连中国大家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半导体 或是一些产业上的发展 所以这个如果台湾有状况的话 其实中国也会有伤害 那如果要把台积电移往别的地方 其实也很困难 因为台积电的制程相当精密 他需要百道的工序 还有供应商也有将近400家 所以如果说我花超多钱 可不可以复制一个台积电 恐怕很难 对大家都说非常的困难 这或许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好当然现在有没有可能武力犯台呢 美国有没有在做准备 拜登一直说有可能会来协防台湾 但好像每次白宫又马上就是拨斥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看不懂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来协防台湾 但不管协不协防 我们自己就是要随时保持一个警戒的心 好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有考虑 如果真的真的走到最后这一步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制裁 例如叫做核选项 就是禁止美中的银行所有进行美元的业务 那会排除在国际金融体制外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有一个很大风险 就是它会重创全球的经济 所以在专家评估上面 如果美国要用这样的话 可行是应该是蛮低的 那另外还有这个国防科技的航太 也就是禁止中国的军事工业 还有复合体交易 像是半导体或是航太产业 来进行这个交易或者是一些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就有采取这个晶片的限制 所以它也是慢慢在走向这个部分来进行一些制裁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应该就是美国的这个 做中国官员跟企业还有机构 让他们的资产冻结 这件事情可能会走第一步 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 让他们没有钱可以用 就很有感觉那就会跳脚 好但是如果这个美国要跟亚洲的盟邦来进行结盟的话 大家说可能会有点不情愿 因为我们知道像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就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日本海外公司 有三分之一其实都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些经济上面的纠葛 对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的靠选边站 好那中国大陆当然对于制裁是有一些对策的 他们现在已经有在开发数位货币了 所以其实就是要避免规避 接下来可能银行有的制裁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想的确实是比较远一点点 因为可能美国寄出只有这些方法可以寄出这些手段 所以他们也在做铺牌 好甚至他们觉得说制裁可能也取决美国政治的决定 这个说法其实就在说 有没有可能拜登做最后的决策 因为如果要做这些制裁来制服中国大陆或是习近平 要跟他对冲的时候 一定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要来决策这件事情 那拜登需不需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了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讨论到像是这个乌俄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时代的后续 可能跟台湾之间的影响 那希望你会喜欢 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 这就是上半小时的国际plus谈全球 下半小时有主持人陈英文 带你来看中国观察